全世界海龟都列入保育动物 但西语大义宫是台湾唯一合法饲养海龟的庙宇 27日却传出宫内饲养的两头绿细龟 突然暴毙死亡 紧急向县政府农与局生态保育科通报 目前委托中华金团协会底棚进行解剖 厘清相关死因 主司文恒圣地及温福千岁的大义宫 是竹湾村信仰中心 早年时渔民误补海龟 因为认为海龟有灵性不忍杀生 所以便送往庙中饲养 1986年庙方赤兹180万 新建莲花洞 洞内布满珊瑚莲花等起石 鲸鱼古的装饰 并且饲养海龟成为观光景点 因为饲养海龟历史 早于野生动物保育法实施之前 成为全台唯一合法饲养海龟的庙宇 根据了解 两头死亡海龟在大义宫已经饲养了26年 是不是自然死亡 还是有其他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虽然大义宫是合法饲养海龟 但因为在地下室饲养 一度引发动保及学术团体抨击 加上死亡替换频繁 最高纪录曾饲养高达18只海龟 在各界医生之下 大义宫将海龟登记编号 定时送交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检查 并且并年前澎湖海洋中心主任蔡万生担任顾问 更在2017年发起重修工程 同时募资改善海龟饲养环境 平息外界争议 但27日却传出大义宫通报 饲养在大池的两头绿溪龟突然暴毙 但目前登记八头海龟饲养数字 锐减为六头 澎湖县政府农与区生态保育科拒报之后 立即通报海保署 并且委托中华金屯协会 进行病理解剖分析 以厘清死因 同时采样大池及小池水池进行检测 但农与区日前曾附大义宫及核无异样 目前近代分析结果出炉 了解海龟突然暴毙的原因 记者 陈荣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